我原来那天我跟一个大学生说 我发现他们现在要的生活 我过去在武汉大学 我说我们基本上不出校园的 我们那个时候 就那所有消费就是在校园围墙以内 他现在同学过生日 那去唱个歌吧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大家聚个餐吗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你慢慢的你就变得萎缩 变得自卑 甚至变得阴暗 就是甚至现在同学之间有点什么呢 同学之间都是说 你不要在朋友圈里晒 有一种人是特爱晒自己 你看我现在在纽约 我在马哈顿旅游 你知道吗 晒这个招人恨 恨 这个招人恨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 我根本就是一听见我的同学 这个过得好点 你知道他心里那种不舒服 这东西你说缺钱不缺钱 我觉得就跟他旺死什么 溺死没有关系 就是个感觉 好多年以前 还是你们两个 刚才出来开档库 云南发生了一段事情 那个马家局 马家局那个事情 他不是拿刀子 杀死了好几个同学吗 然后逃吗 然后在边境被抓住了 后来抓住了以后 问他 为什么你杀这么多同学 而且大部分都是室友 一句话 因为我们家来自最穷困的农村 他们每天都是在乔比秀 我每天被他们侮辱伤害 我实在受不了 你说农村的人 那个不是穷那么简单 是贫困 贫困才是比穷更可怕的 是 那穷是什么可怕的 缺钱是说 当假如他在结构上面 我们搞社会学的 穷缺钱上面 把你的机会限制住 把你的能力没得发挥 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每个人 你家乘也穷过好久 你自己凭努力等等 可是有个限制 有个结构的限制在那边 让你受到不公道对待 那个才是真的要去关心改善的地方 有时候 我们不能光用数字来看 贫困不贫困 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社会 有一些地区 你觉得他的收入 低于联合国所定的 这个基础线 他是贫困人口 但你会发现 他的生活里面 仿佛并没有 就是别的国家 没有那么多悲哀 为什么呢 这就牵涉另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缺钱 是很大问题的话 有时候是因为 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 必须用钱来买得到 来解决掉 来解决掉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社会 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比以前更多 但是有些东西呢 在过去是不需要用钱来解决的 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尊严 你的健康的生活 你的家庭的生活 邻里的生活 有时候一些定义良好生活的 其他的要素 不是用钱买得到 也就没有钱 也能得得到的东西 OK 我觉得今天我们定义 发展是什么的时候 这也是这几年很多学生在讨论 到底什么叫做发展 什么叫development 就以前我们讲发展 就是中国过去 我们讲改革开放 我们要发展 我们很注重讲钱 经济这个指标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 其实不一定 比如说有的 我们这个发展的定义 要多元化的 因为比如说 连人的尊严也要算进去 什么叫做幸福 比如说最近几年不常讲 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对很多东西要综合来计算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他也许收入很低 但是他比如说 他享有的这个环境 比北京好太多了 你北京 我们今天 路眼的时候还红色预警 你今天你想看 你在北京 你有红色预警 你怎么办呢 那你要家里面 要花很多钱 买空气净化机 但这个东西 在也许很多地方 他不是用钱 他不用钱就买得到 这个 我跟你讲这一点 我是属于你们 二宅之间的中间派 就是一个 无论是一个社会 一个个人 一个群体 你不能把钱 这个事情 就是降低到 一点不在乎的地 不可能 当然 但是这句话 并不能换成另外一句话 你人生中间 最重视的东西 都会用钱换来 我认为是 要取代一个中间的 当他当初 自己受过这些苦的时候 我没有钱 同学去德国 交换生意连 能去我不能去 我在香港碰很多学生 学校鼓励他们 去去交换美国 他说老师 郑逊学校来提供 每个月 我在美国的生活费 什么费 我本来我不去的话 在香港一天 替人家补食 五份补食 我要赚钱 要拿钱回家 我去了美国 又停掉 怎么办 我就不能去 你说年轻人 他经历过这样之后 赚了钱 我在想 现在 你缺钱 问怎么办 与其问 要人家教你 你缺钱怎么办 要没办法教的 看你要付出多少 有多有机会 多聪明等等 不如别人提醒你 当你有一天 不缺钱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要自己赚到钱 之后自己搬上 大豪宅 每天喝五瓶 红酒 你拿些钱 弄一个奖学金 补助金 来帮你的学弟妹 行不行 你帮当初跟你一样穷 没有钱出国 交换生的 行不行 我觉得后面那个 我没办法 交年轻人 你缺钱怎么办 去抢吧 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 美国人当时 有一些生活团的世界 我们感到很震惊 就是他们没有常识 当然我以前在里面 经不懂 已经讲过了 不会把衣服 拿到外面去晒 一定要用干衣机 耗电费 买牛奶的时候 买那个一口喝完的 买可乐 不买那个大罐 大罐瓶嘛 这次我们都是过来的 我讲的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当时呢 我很感动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个教授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叫很有钱 然后他是 Raisman 我们念书的时候 他开了一辆车 我们八二年代中期 他开了两车 是五八年买的一辆 Vovo 而且最小的Vovo 我们讲复活 那时候Vovo不是好牌子的 但是我们后来就听说 他把很多的钱拿出来 就刚才你讲的 他去干嘛 他去帮助他 当时他们那个 社区的最穷困孩子们 就上大学 这后面 这另外一个大话题 我希望以后 你能够做这个话题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面 有两个问题 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说 年轻人觉得是他去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 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现象 更值得我们关注 即使在中国社会里 有些人 已经有了很多的钱 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钱 缺钱是很可悲的 如果你钱很多了 你不会用钱 我觉得更可悲 丁老师 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 更可悲 为什么缺钱 没人帮他们 没有人去设立这个制度 来帮助他们 第三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都很好解决 就不是很好解决 很好解答 那当然就是因为 你今天在中国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 比如说我要设立一个 什么基金会 帮助什么 可以 你先去民政部门 一大的手续 账户挂在全国红十字会 那中间一大堆手续 搞一大堆东西 那么然后经历的重重的东西 然后你偶尔听见 有郭美美这种事情发生 你想想看 算了吧 我还是 这个我觉得 刚才丁老师您讲的那种 就说有了钱 不知道怎么花 对吧 这种可悲呢 我想有 我也不能有 但是我要说的是 另一个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敢说 我现在就拜金主义 所以你为什么批评孩子 什么拜金主义 因为我 我现在觉得 我对这个社会一切的感觉 你说我俗也好 我有我的这个喜好 我有我的精神世界 可是我仍然认为啊 赚钱第一 我觉得我确实把钱看在 特别重要的这个位置上 你看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都曾经 视金钱如粪土 我也曾经 但是总有一个时候 让你觉得 这钱呢 太那么重要 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对 钱不是粪土 我们自己才是粪土 说得好 你觉得 有了钱粪土 就不是粪土 你们能想起来吗 就是什么时候 某一个时候 你觉得要挣钱了 钱很重要 是碰到了什么 你 你们能想起来吗 我就是第一个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能不把钱 当做大事的时候 是自己有了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这之前过的认识 很多男人是这样 我过的所有认识 一定比你们三位更贫困 我不要讲这个很 因为我们年纪比那么大 我是按货龙生理出来的 我以前再穷的时候 我都不怕 我第一次怕我没钱 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对了 这是很多人有共同的 我好 轮到我 我跟丁教授相同了一半 我也是唯一一次 生平觉得 而且是真的穷 要去银行借钱 我还记得借了三千美金 你干嘛 非常取 取入 你干嘛 这三千美金干嘛 我就是跟你对了一半 第一个 我生了孩子 来年我小孩出生 然后我同时买了房子 然后孩子跟房子 在香港买房子 我生了孩子很高兴 高兴的时候雪就上大脑 上大脑冲昏了头脑 刚好暑假回香港 觉得在北角一个房子 还蛮便宜的 三百多万这样子 然后三百多万 只有什么十五平方米 小小的 刚好可以站着睡觉 那个地方 我就买了 结果买了房子 要生了孩子 那个负担就很重 那当然 我还记得回到美国 继续读书了 读博士学位 才发现钱不够用 所以年后再加上一个 说起来惭愧 我那时候非常好赌 你也知道我好赌 每个礼拜开车去 那些原住民的赌场 我一说好吧 赌一下吧 赢回来吧 把房子赢回来 结果几乎输了两栋房子 所以我去银行借了 然后借了三千美金 我觉得那种羞辱的感觉 赌饮为什么借不掉 赌饮是借不掉的 后来我借掉了 很少有人 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不剁手 也要去赌呢 我说过了 因为在澳门输了一把 很奇怪的 有点像简单来说 赌了三个通宵 我老婆陪着我在旁边 你老婆还在旁边 我老婆是穷 你老婆 把我穷坏的 是的确穷坏 然后赌的赌 什么信用卡都拿去刷来赌 然后输光了 最后一把再刷 刷了几万块港币 丢下去当装 长话短说 就是好像 有没有看赌神 那种片 我拿了四个K 对方拿了四个A 我的天哪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 外面天亮了 传来一声激提的声音 但我觉得冥冥中有暗示 这是老千 不赌藏 我不觉得最后晓得了 因为那时候感觉是 天把我服了 天亮我不赌 哪有最后一把 拿压最多 好像五万块港币的 下去我拿四个K 你拿四个A 这样 那我就跟老婆说 回去借赌 然后天亮了 就去码头买船 飘回香港 去黄大仙 就拜拜 后来信佛了 我也修佛 当然不去黄大仙 当时就去黄大仙 说不赌 以后手也不赌 所以那些赌徒 应该多找找鸡 是吧 今天鸡脚 你这个赌的经验 我印证了 我父亲的另外一个经验 我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赌博 就是因为我父亲 跟我讲过一个道理 他说他赌博啊 在政治上帮了他 我父亲是乡村里面的 那个传统的郎中 郎中 医生啊 他说呢 郎中呢 他说 得来的收入是现金 他的同事们的郎中 得了钱以后就买地 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 很多人就被判成地主 对 那就惨了 他喜欢赌博 他不喝酒 他抽烟 他赌博 当然他有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克制 今天带多少钱 输掉了 不会寄钱去赌博 然后第二天 他再行 赚了钱 再来赌博 所以到了1949年的时候 他一称地都没卖 都没买到 结果家里 还是继续保持平容 哎 哎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悬壶济世 烂赌 所以1949年以后 他一直成分好 活着我就完蛋了 就像活着余华的 活着就完蛋了 所以可见这个革命 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传统观念 传统的道理 对吧 传统观念是你不应该赌钱 有钱要买地 就革命一来 是赌钱救命 这就说明革命是重新洗牌 他能让四个筋 变成四个尖 文道还没回答这问题 我好像我想不太起来 我当然比如说 你到今天还觉得 你当然是一对有钱 所以你没这个概念 你太有钱了 不是 就比如说我当然遇过 很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 哎呀 想找工作或怎么样 但是我倒没有很急切的感觉说 钱太重要 很缺钱 因为我想主要理由 第一我没孩子 您饿过饭吗 你也没饿过 我没房子 没有 我饿的意思 就只不过是 比如说我剩下 比如说几块钱 我去面包店看看 我买得起哪一个面包 我就买了那个面包 吃了就今天 但是我从来没觉得 太担心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奇怪 所以这就是觉悟的人 不是不觉悟 我当年很不觉悟的 就欲望很多的时候 有会跟 也总是不觉得很担心 我总觉得 我很需要的时候 我大概还是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 我真正开始拜金 就是从前几年开始 在此之前 咱们就是 我觉得我都是 还是不说是金钱如粪土 但是就是说 有的钱我是不挣的 你比方说 你让我走红地毯 扫的话 丢人不丢人 我就不去 然后你比如说 甚至是拍广告 哎呦 我的天哪 几百万的广告 是 我就能推 为什么推啊 因为这么傻逼的一个理由 我今天想起来 就是说 我觉得呢 那个广告照片啊 他是想让我做一个 致近视眼的一种医疗的 那个致近视眼的那个广告 我就因为听了 他说啊 你要拍个照片 都放在机场火车站 这个照片呢 就是说啊 我治好了近视眼吧 就这样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我仅仅是因为觉得太寒碜了 我讲到的是 我说我的私人的朋友圈 他们要是从飞机下下来 看见了 哎 可是这跟几百万 怎么比啊 你知道吗 可是当时你看 就像您说的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就这钱哥们可以不赚 没问题 不丢这人 可是你知道 我是个复合的原因 一个就是 就是妈妈 就一下子进了ICU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哎 你喜欢一个女孩 我就说 跟这个有关系 我过去 那天我还跟香港人 一个香港导演说 我说我们这岁数的 没有习惯说 拿钱泡女孩啊 我们年轻时候 都是空水淘白狼啊 就是一杯水啊 还什么呢 就是花钱 到现在也是 现在还是 我意识到 你可以跟人家谈恋爱 可是真的 你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家家里也要钱呢 所以说 这种复合的原因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我就觉得 哎 钱能 我有爱情 好吗 我也纯洁 我也有人性 但是我仍然觉得 钱 就最好了 就就 有了钱 我这些都可以 一顺百顺 没了钱 我这些 你讲这个道理啊 还没有 我听到另外一个道理 对我更正经 我们中国人都说 犹太人会赚钱 犹太人把钱看得 是高于一切 全世界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犹太人 就是完全的犹太人 金融家 终于有一次 我被我在美国 念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 他们家邻居 就是基辛格 他就讲 但你们 这些 这些亚洲人 总认为我们犹太人 爱钱 他让我以前 为这一点 让他很羞耻 因为他跟我们 是一代人 他比我还年轻 几岁 但后来 我的父亲 跟我讲了一句话以后 从此以后 我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 世世代代爱钱 他让自从 在欧洲 他现在亚洲 还没这个经历 在欧洲 世世代代 犹太人 一旦遇到了 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无论是 以什么理由 最后能把一家人 把一家人命 买下来的 就是钱 但是犹太人 不是爱钱 有的人 爱的是这个钱 能买下来 一家人的命 所以我们要把钱 足够的撞多 我们因为 不可能 指望任何人 任何政府 任何法律 在欧洲 你说的就是 我在中国的感觉 我认为 我要不多 短点钱 我靠不了任何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没人来救你 你说吧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社会 不管是公营 还是私营 你最后你明白了 一切的服务 就是为了赚你的钱 学校也是要收你的钱 老师也是要收你的钱 去个交流项目 也是要钱 你干什么 你都是要钱的 更重要是 更重要是 医院也都要你 医院要你的钱 所以 文涛 你就讲 回去 我刚补充了第三个问题 我刚我们前面讨论 都有年轻人 什么缺钱 我说还有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 愿意帮助 拿钱帮助 刚文道给的说法 会被查 所以我说很复杂的手续 真正种种理由 没有一个相对妥善的公共 或者说私人的援助制度的时候 大家没安全感 所以刚爱钱 要钱 拜金的背后 其实是怕穷 因为你一穷就死无葬身之地 想申请公共援助 政府借钱没有 或是说很羞辱的才能有 很羞耻 那很难受 要跟人家要钱 没有尊严 所以爱钱是很笼统的说法 为什么爱钱 生活有爱钱 背后的动机 就可能每个人都有故事 像你刚说 犹太朋友什么 像我刚说 为什么我去银行 本来非常正常 跟银行借三千块美金 给他历史 那种羞辱的感觉 我一直忘不了 因为我小学后 这来年 对不起来年 大概来年 1993 我小孩刚出生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妈也爱赌 我们赌是遗传的 跟你喝酒一样 你们家什么家族 你们家应该举家敲 你爸爸 说天上人间倒闭而哭 然后你妈又爱赌 这一本上四个字 调赌饮吹 我最久失读 我家族又是这样 然后我妈爱赌 那时候赌了钱 家里也的确穷 贫困以前 然后我记得 湾仔不是有压店吗 当铺 当铺 对 他带我跟我姐姐 左手牵着我姐姐 右手牵着我去当铺 当一支表还是什么表 当铺都要进去 要跪台 很高的 你抬起头来 那个人坐得很高 往上看 一来为了防盗 让你藏不到他 二来就是给你这种 没专业的感觉 心理压力 是的 压力 然后拿下那个表 看见我妈 然后就说 难表一个25元 要不要当 然后眼睛还深眯眯的 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呢 当然我妈也深眯眯的看回去 对抗那感觉 可是我妈是有没有深眯眯她的事 重点是我觉得非常屈辱 为什么要跟人家求 这六十年代的事 六十年代 七零年代 六十年代底 我大概八岁九岁 我一九六三年 然后可能那个根源 到后面我有一个弱点 很讨厌求人 任何事情 很讨厌 一求人家帮 不帮我就觉得 我宁可死了 很丢脸 帮我了 我就觉得欠了她一辈子 好像这怎么还都还不了 那种感觉 所以说爱钱 其实背后有不同的理由 李刚才说一个 妈妈的生病的事情 犹太人是一个 只有这家伙最幸福 从来没有缺过钱 对 可是也从来钱不借给我 所以你们还有 我给我借 为什么说缺钱 缺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钱就是尊严 钱就是爱情 是吧 钱就是正义 钱就是自由 钱就是自由 自由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都等之于钱 我认为你不能指责任何人败金 这不就跟败上帝 没什么两样 卡尔马克思讲过这个话的 卡尔马克思 到了现代社会 一切人类所真实的东西 最后来都会用钱 来交换 马克思老板 对资本主义的判断